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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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开始跟家人在一块带着孩子一块看足球 然后礼拜天就真的是Family Day 就家庭日 但那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依据 就是礼拜天早上 它是以一家庭为单位 先上教堂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 是一家人上教堂 上完教堂出来之后 那个中午乃至于下午 就是整个家庭的活动 然后呢 有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家庭 它是几个家庭的活动 通常大家的朋友往来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三个都结了婚 那么我们三个一直都是好朋友的话 那以后呢 我们就不是三个出来喝酒唱歌吃饭了 而是三个家庭出来 一起干些事了 但那是整个社会基础 他就说在这个欧美啊 他觉得很美 他觉得这种景象在中国没有 就是一到星期五 你就看家家户户 挂什么彩灯啊 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家庭party 就好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活动 所以在像在美国 欧洲我不晓得 欧洲不大会这样 所以很多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在你婚后 你很多活动 就是自然而然的 你会希望跟 像你你单身 如果我已经结婚的话 周末我就不会请你 排斥光棍汉 不能讲排斥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形态 然后你刚才在讲到什么 那个什么好莱坞的那个大片 就一直看到什么 一家人在厨房一起做菜 小孩像狗一样 不是我要这样讲 狗像小孩一样 这是一个我们 长久以来的一个 生活背景 我们这样讲吧 当你规划一个 你买了一个新房 当你在规划你房子的时候 你买了一个300平米的房子 你会不会留出100平米来做厨房 你不会吧 对 你一定把那个厨房 弄得越小越好 对 我宁愿100平米做厕所 我喜欢大的洗手间 在里面什么泡澡啊 蒸汽浴 你都不会愿意 把空间浪费 因为你 对你来讲 那个厨房就是给 你老婆 烧饭的地方 越小越好 越不占空间越好 所以我想 这个是长久以来的 这个 中国男人对女人的 一些特殊的要求 你从来不会想到 你要自己 你刚刚说的很好 而且 美国式的这种家庭价值观念 真的是跟厨房有关系的 以吃为中心的吗 不是 它是这样 就是因为 你没有想过 我们看 你刚刚说看了大天了 你记不记得 你一开始说的 到一个关键词 开放式厨房 对对对 你没有注意到 美国的厨房啊 在全世界来讲 就平均任何国家来讲 都是最大的 欧洲就算有的房子 首先美国人住的房子 就特别大 那么它的厨房 还是更大的 为什么呢 它的厨房 已经大到一个程度 就是它不是一个厨房 生活空间 就是你的生活空间 它就是个客厅 它是那种怎么样 就是早上起来 一家人就坐在那 在厨房吃饭的 客厅真的是 有客人来用的 然后平常晚上 看电视都在厨房看 然后下午 孩子们放了学 又还没到老公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呢 就妈妈在那坐着 菜监督着 孩子就在那做功课 对吧 它以厨房为中心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这个是 二次大战之后 才开始这样 二次大战之后呢 美国呢 当时有一大堆 妇女就业 就男人都去打仗了 女人就出来上班了 那女权抬头 然后到了 老公都回来之后 他们那时候呢 女人就开始发现过去 长久在外面工作 他希望在家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很宝贵的 都能够看到家人的 那什么方法 能够让全家人 尽量有更量多的时间 放在一起呢 就是在厨房里面 所以这是这样形成的 你刚才说 这女的都出去工作 我还想起 我最近看在哪 看见一个什么资料 就是做这个实验呢 这个孩子刚出生了 生出来以后 就是每天吧 让他不跟母亲 在一起几个小时 就是据说 统计下来 这样的孩子 他这个大脑啊 长大之后 会比较容易吸毒 你明白吗 就会比较容易 受毒品的这个诱惑 但是后来人就说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母亲都上班去了 所以又在讲 将来中国孩子都吸毒 是这个前论吧 对 你看就是说 都在讲美 聊美国嘛 说美国六七十年代 性解放放浪 甚至是那种群居村 都搞那种 但是到最后 说是到了 因为艾滋病的原因 还因为一些什么原因 又开始回归 回归家庭 甚至现在还提倡 就是生了孩子 母亲呢 不要出去工作 就是母亲要跟孩子 在一起 你这个就说到 另一个问题了 就我觉得不要太美化 美国 美国在全世界来讲 在宗教思想上面 就是跟 其实很多都算是 特别保守的一个国家 你刚刚所说的一切家庭价值 比如说最近美国 不是大选了吗 就是两党候选人在初选吗 对 你会发现 民主党不大说这一套 共和党的人都爱说这一套 尤其是共和党的基础盘呢 就是在美国南方圣经地带 那些最保守 最传统的 有基督教信号地方 最爱讲家庭价值 他们讲家庭价值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那是因为 要反对同性恋 因为他所谓的家庭 首先核心就是一夫一妻 异性恋的结合 同性恋结合 他们是否定的 第二 这个东西结合出来之后呢 男人 当然要走好男人 不能在外面有婚外念什么 但是是受到基督教的 那个神圣契约的束缚 而女人该怎么样呢 最极端那种 就认为女人应该顺从老公 老公既然尽到好老公责任 女人就要尽好老婆责任 你就最好别上班了 就最好留在家里面 孩子要服从父母亲 乖乖的听话 这是一种很保守的一种观念 那就是我们那夫唱夫随啊 对啊 那多保守啊 那就是在美国 我觉得是所有 就不时小不时那种 在外面打仗的那帮家伙 他后面的支持者都这帮人 所以美国现在最虚伪的地方 就在这 他虚伪在什么地方 这帮人一天到晚讲道德 但是他容许国家 在外面打仗 发动战争 他容许贫富悬殊恶化 然后继续向富人减税 但是他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价值观 道德观就在家庭里面 哦 那很虚伪的 那应该引进一些中国人嘛 没错 现在中国人不是讲婚外情 中国人的标题是 婚外情 已成为我们中国现在离婚案的 头号杀手 嗯 这是你知道有一个调查吗 你我觉得啊 今年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今年这个年头年尾 你发现以什么开端呢 一系列的这种事情 就是史上什么罪牛小三 听说过吗 嗯 就是一第三者 在网上赤骂那个 就男人的前妻 引起这个网上的这个公愤呢 干什么呢 而且一 而且呢 我就发现这媒体就跟风上 就搞调查 一调查就发现呢 他这个数字啊 我不是说2004年 中国160万对夫妇离婚 那这个苹果日报的标题 大概近两年说 一年有200万对夫妻离婚 但是 我不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基数啊 我觉得中国十几亿人 一年有200万对离婚算很多吗 对啊 算很多吗 一定有多少人结婚的问题是 那谁闹得清啊 你知道现在有的人是闪婚 现在说这个什么80后的 能到那天我看一个 就说最快的速度 五个小时结婚 网上的 先是这 这这这小伙子失恋了 就说啊 谁能拯救我于苦海之中啊 夸那边一个女朋友说 我能拯救你苦海之中 你怎么拯救我于苦海之中啊 我跟你结婚 然后小伙子在哪见面 夸 五个小时 两人就结婚 这就是你知道 现在说的叫闪婚 然后还能维持婚姻吗 那谁知道 刚才关他们的 闪电离婚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我们中国家庭叫什么呢 家中红旗不倒啊 家外采旗飘飘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光美 知道 对啊 所以现在 而且人家有人说了 叫老婆是字画 就是挂的发黄了 年也得挂着 然后呢 叫什么 二奶呢 是月历 不是 二奶是年画 二奶是年年年化 一年换一次 一年换一次 然后叫什么 小蜜 小蜜是月历 一个月就得换一次 然后小姐呢 就是日历了 每天都得翻篇四页 但你们发现 这么多这种段子啊 就我们听过 说过这么多这种段子 它里面都有很多假设 假设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能够去幻化的 这个人啊 他不是个普通人 他首先是个男人 就是我们家婚外念的主角 绝大多数是男人出去找二奶 也有女的了 但是我们更多关注是男人 第二 这个男人呢 肯定要很有钱 对 要有钱 有钱到 不一定要有钱的太厉害 但起码到一个程度 是能够有二奶 而且是那些叫包养的关系 或者是出去随便找很多女朋友 怎么样 所以我们都假定有某一种人 你觉得这是很好玩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说 但是这不是一个假定 这真的就是一个现实现象 但是我们把这个阶层的这一种人 这种现象放大成了 是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文道 我跟你讲 最近有一个调查 调查的就是35岁到45岁 这一部分人 还是什么白领 有一定收入 事业有成 你看刚好 就是有点叫什么小中产 这么一类人 这类人 说最拧巴了 他呢 婚姻已经很多年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 你讲 我跟你说 讲包二奶 这还太低了 就是拿钱买的 这东西还是比较低下的 现在说的就是真的婚外恋 真的婚外恋 因为他对婚姻觉得那个挺没劲 挺枯燥 那么他他有有别的选择 你知道甚至有人现在聊什么 说中国这个道德崩溃啊 什么道德真空啊 就是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这没什么 你比如说有的老婆就就感觉到了 就说他老公啊 说老公就是原来那个手这个手手机啊 随处放 现在呢 上厕所蹲马桶 手里都抓了手机 后来一调查 哎呦 他怎么一小时内 给另一个25岁的女孩 发了20条短信 然后这老婆就找到这个女孩 这女孩还不错 就说好 我不迫害你的家庭 我离开这个城市 但是老婆又担心了 说这个女孩要是因为我这一说 离开了这个城市 我老公是不是受得了 你知道吗 他就这种中年 这么爱他老婆 爱他老公 帮他担心这个 很多这样的事 我跟你讲 特别他这个调查呀 挺有意思 就是在对于你是否相信存在永恒的爱情 男女当中的多数人都选择了否 就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但是回答 你是认为是否能做到忠于婚姻的时候 男性中的多数人选择了否 但是女性多数人选择是 就女性多数人还是选择忠于婚姻 然后呢 面对诱惑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 更多的女的选 说这不符合社会道德观 但更多的男性就你说的了 更多男性选择 有那么多人都这样 我也可以 然后再回答 如果发生婚外情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更多的女性选择 早晚会暴露 我最终还是会退出 保护家庭 但是更多的男性选择 我可以在家庭和情人之间 维持平衡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就是因为我们女人受到的教育吗 这个这种女性对这些问卷的一个回答方式 你反映出来就是 我们小学的时候 就算学校正式不交 家里面或者师长之间 长辈里面常常会灌输一些信念 关于这个社会是怎么样 未来你长大家庭该怎么样 你该做什么 会有这种教育 对不对 在这种教育里面 女孩子从小就被教导 往某种贤妻良母的方向迈进 比如说到现在 直到今天 中国还有很多家庭 觉得一个小女孩 该学会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怎么样做饭 一些怎么样的烫衣服 等等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会给她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做一个好女人 或者如何 而男人从小到大 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 就你回想我们小时候 有没有父母 父母会不会 或者老师有没有交给我们 你将来长大 怎么当个好老公 怎么当个好爸爸 男人是严重缺乏这种教育的 对 但文道 我觉得你讲的 还是比我们大一点的人 比较传统 你知道中国太大了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五花八门 什么人都有 因为你知道那个 就是侦探公司 好家伙调查一个 我才知道要八千块钱 这是一天就要花一千块钱 就是调查项目 包括跟踪你老公 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你老公带着情人住高级酒店 这个侦探也可以住高级酒店 然后他们找着侦探公司的人 侦探公司的人说 我们80% 我们就是老婆怀疑 我们去调查 80%调查不仅有 而且比他老婆怀疑的更为严重 他拿着摄像机 在北京一个高级酒店门口 不是拍吗 本来是拍他的调查对象的 但是晚上十点多钟 酒店哗很多人出来 他一开机 他就发现啊 哗人都散了 所有男的和女的在一起的 啪一下都都闪了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就他就讲这个现象 实际上 他可能只是来拍一对特定目标 但是大家都害怕了都散了 对 光美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台湾小孩不是跟你倾诉吗 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觉得就是今天讲了这么多东西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结婚 您是意大利人 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不管 我还是中国人 那我还是期待一个很 你刚才讲了就是说现在的婚外恋是这个叫做婚姻的头号杀手 但是现在台湾还有另外一号杀手 乐透彩 什么叫乐透彩 什么叫乐透彩 是不是中国有彩票 中国彩票是合法的东西 政府出来的 这个怎么会 其实现在有很多呢 这个乐透彩的得主 在他们拿到钱之后呢 夫妻对分钱散人 因为他们觉得有了钱之后 他们就能够追寻他们更好的生活 就像你刚才在讲的 你讲了说他把一些 这个所谓的婚外恋设定在某一个阶层里面 男人跟有钱的男人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当女人有很多很多的挣扎 像我们常常有在开玩笑的讲说 反正天下乌鸦都一般黑 说谁呢 说乌鸦的 反正呢 这个有钱的到最后也耍坏 没钱的到最后也耍坏 那你还不如就找个又有钱又帅 然后又年轻的 广告之后见 好 但是 广美 以上刚才那样的说法 所以很多女孩的终极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金龟序 但是你要知道呢 什么叫金龟序啊 台湾的说法嘛 就是有钱都钱 吊到一条金龟序 但是呢 对 但是我觉得男人真的是不能太有钱 我给你们念一小段东西 这个叫钱的浪漫 刘庸说呢 没有钱的浪漫呢 是可以这样 我可以牵着你的手漫步在布满白沙的海滩 一块钱的浪漫 我可以在冷清的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电话 关心你 十块钱的浪漫 我可以在夏天 炎热的夏天买一支冰凉的冰淇淋 给你解暑 这个一百块钱的浪漫呢 这一千块的浪漫呢 我可以陪你逛西门町买你喜欢的衣服 到了一万块钱的浪漫 我可以买只手机给你 让我们两个人幸福的声音零距离 感觉上都很浪漫 这一路一直很有钱很有钱 一直到了一百万的浪漫 我可以买部跑车 在你四处兜风游玩无障碍 到了一千万的浪漫 我可以许你一个生活无愧的未来 到了一亿的时候是什么呢 这个浪漫是 我可以选择很多的女人 至于你呢 哪边凉快哪边水 对 就是一亿的浪漫 我就不是带你逛西门厅 而是我要做西门镜 我就跟你说文道 他很复杂 你说男的多女的多 侦探公司跟我说 不是 他没跟我说 侦探公司 原来你也是 你也是他们的客户之一 侦探公司说 八千块不容易 男的其实更没自信心 他们的这个找他们调查的男的 老公多 老公调查老婆的 比老婆调查老公的多 为什么呢 男人是不是那种战有欲 或者那种猜疑心呢 他就更加强 我觉得这样讲吧 某程度来讲 就像刚才你讲的 很多女人都很决绝的说 我不会背弃我的家庭 但是我觉得女人 一旦他们真的要跨出内部的时候 他们会做得比男人狠的很多 男人你充其量 就是风花雪月 出去泡泡小姐什么的 女孩子不会出去泡少爷 因为对他们来讲 那个层次太低了 他们可能要做更晚 我给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